從日本的九州一路出發,騎到北海道 路上會經過日本的吉西點、吉南點、四國、京都、東京、日本的地獄孔山 然後環北海道一圈完成吉北點跟吉東點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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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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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往長崎的路上 然後急一急 突然看到旁邊超多櫻花 然後我們就走進來讓我們看到了 這次我們要騎這YAMAHA的FORCE XMAS R3 MT03 這四台車從日本的九州一路出發騎到北海道 路上會經過日本的吉西點、吉南點、四國、京都、東京、日本的地獄孔山 然後環北海道一圈完成吉北點跟集中點 一共46天1萬公里的行程 每天除了要在不到15度的溫度下騎乘200到300公里 還要每座更新4支的YTUBE影片 讓台灣的觀眾跟著我們走遍這個我們最熟悉的鄰居 日本 以前我總是覺得環島背這個很中二 所以我都覺得很羞恥 我都不敢背 但是我覺得這是日本呢 我們就寧願中二一點 所以我這一趟就是要背著這個完成全程 對 中二一點嘛 對不對 好 來 好 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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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到了日本的吉西點 但是其實還不是吉西點 可是為什麼要到這邊 而且要拍後面這棟建築呢 就是我們要來拿這個證書啊 四極點證書 四極點塔坡證書 好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其實日本四極點喔 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沒有那麼難到達 因為他們吉西跟吉南 不遠啊 不遠啊 而且離最近的大城市 其實也才100多公里而已 是 那吉西點我一開始以為是在什麼 一個平戶島 結果不是 不是 這邊是什麼 小佐佐 小佐佐 然後呢它有那個 四極點塔坡證書 那其中這邊的地方 這邊是在什麼 小佐佐佐市寶市的 這算是一個區公所啦 區公所 對 我們就可以進去裡面拿 那我們再沒拿攏去看一下 裡面齁 那個證書長什麼樣子 鈯 謝謝 謝謝 地方 台湾 台湾 好 好像一個 Tayuan嘛 有趣吧 那 昨天我出發了 看一下這樣子 看一下那個櫻花 好,來日本 你看這個很棒耶 這個畫面超棒的耶 日本時機點 你看完美的店啊 對不對 來台北剛早 我們就可以去 阿拉卡 好 我們剛剛往長崎的路上 然後擠一擠 我們看到旁邊超多擠花 然後我們就走進來 讓我們看到了 完美的步道 也不算步道 其實這個算是 獅子路 車子也可以走啊 對 車子走的那個獅子路 然後加上兩邊擠花 而且你看 剛剛那邊都有 很多人在那邊那個 移駕拍照有沒有 對 好 我們這邊 很重要的熱物 把車子的照片 拍好 來 趕快拍一拍 我們就趕快走 其實你不要看現在這樣子 已經 快六點了 一個月的 車子坐在一起 來一個車子 但 Creator 也是一開始 一開始 那個車子 只是一開始 房間 家庭 writer 民進 想要問大家 車子 請問 Его 你超過多久了 車歷歷過大概多少年? 20年 我差不多20年了 柴佩奈是大概20年了 你想想想他在日本有騎過哪些地方? 九州也都去過 那他既然騎過九州那麼多地方 有問他有沒有九州推薦的騎車熱點 山泊海尾的道路 山泊海尾 大分道到阿蘇的那裡 那剛才要我們明天溜個床 那明天我們去吧 啊!對! 明天我們去吧 天氣就好嗎? 明天就好嗎? 如果天氣好的話 對,希望天氣好 希望天氣好啊 北海道一周是有夢嗎? 對,大家都很愛 我沒有去過 他說這是應該日本人的騎車的夢想 對,夢想 很多人都很想去 但是他還沒有去 所以這場期我曉得有沒有聽過台灣 還有啊! 當然是 台灣人最愛的 好啦 經過千辛萬苦剛剛爬了超遠的山路 終於到佐多甲的後面這個有過PMP網路都完全沒訊號 好啦 佐多甲本體難節看到沒有 在這裡 但是一樣很可惜的車子不能直接到紀念碑旁邊拍 可是剛剛那邊有一個小小紀念碑 也許我們車子等下移過去 但是真正要去看著要走一個古道 那這樣重點是什麼 那個 鄭竹 來來來來 一貓我們準備好好的 然後這三個人看起來就是要來 第二張 拿到了 好 三百紀念碑看一下 好 三十年 來 各位 觀眾 極難點到了 如果你覺得停車場的太難拍的話 一定要記得要拍這一個地方 有一句話 既然你出生到這個世界上 你就應該好好地用自己的雙眼 去看看這個世界長什麼樣子 這句話是我很喜歡的一本書 石田玉甫寫的一本書叫不去會死 他是騎腳踏車環遊世界七年半的人 然後剛好也是日本人 那我們今天來到日本 在這一集的最尾端 日本的最難點世界的鏡頭 就用這句話向他指定吧